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1B5投资移民的几个注意事项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1B5投资移民 可能又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有更多的人关注 因为美国在近期呢,推出了这个1B5的新政 现在呢,投资80万美元到一些热点地区或者项目呢 就可以免排期提交这个S85 同时,这样呢,就可以解决签证身份问题 对很多人,尤其是自己或者有子女 在美国留学或者工作的人很有吸引力 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感兴趣想了解更多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更多的讨论一下 那第一呢,是关于排期 那我们知道呢,过去投资移民较长的排期 而且前进缓慢 那现在呢,这个新的项目呢 目前是可以免排期的 一共呢,有3200个名额 这个是包括家属的 那其中呢,1000个是给这个城市的高失业率地区的 还有呢,2000个是给乡村地区的 还有200呢,是基本设施建设 根据最近移民局公布的一些数字 大家了解到的情况 虽然目前还是不需要排期 但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新的1比5项目感兴趣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也需要排期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考虑尽快开始准备和提交申请 以免呢,错过了机会 因为现在说要投资80万美元 但是考虑到通货膨胀 考虑到大家收入和资产增长 那来自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也有更多的人呢,有这个条件 比如说在中国随便卖一套或者抵押一套房子 就有资金 那么最近的一些新闻表示呢 中国的银行里面的存款数量大幅度上升 因为大家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 所以很多钱也只是存在银行里 所以呢,能够拿出这个钱的人是很多的 然后对这个名额的需求目前看起来也比较多 经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会有排期了 那这是一 二呢,那是关于这个项目的选择 对吧,有的人问说 区域中心、项目方还有律师 都做什么样的不同的工作呢 区域中心呢 更多把大家的资金收集在一起 然后呢,来做这个投资 然后统一投资在某一个项目 这样呢,项目产生直接和间接就业 然后呢,让申请人能够符合一笔 创造工作的要求,拿到旅卡 当然大家都很关注说选择什么样的项目 这一点呢,就像一定程度上说预测股市 尤其是几年以后股市会怎么样一样啊 那首先最终的决定需要申请人 投资人自己来做啊 那么我们作为律师呢 可以提供给申请人一些关于我们所了解的项目的信息 比如说,我自己有大学隔壁宿舍的同学 他就是目前呢,在美国是这个区域中心的联系人 做的是房地产的项目 另外呢,也有我认识超过十年以上的华人的邻居 他们也是在另一个城市 大城市做这样的房地产项目 他是区域中心的联系人 此外呢,也有我们当前的其他的客户 他们选择的 这个有的看起来规模比较大 历史比较长 然后一样也是这个名誉比较好的 这样的区域中心 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然后呢,供申请人相应的来判的选择 那么律师在这个申请中起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移民方面的作用 那我们不是投资方面的专业人士 但是呢,我们的主要作用呢 是帮助申请人顺利的来取得 这个投资移民的律卡 那有的申请人呢,就其实想关注 主要想到是说 我有多少钱投到这个项目里 这个钱是否安全啊 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投资款的返还 什么时候能拿到律卡 但是呢,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重要的一点不能忽略 就是说关于资金来源 那很多人比如说自己或者家庭 能够拿出来八十万美元 一百万美元没有问题 但是呢,你需要证明这个钱的合法来源 那比如在美国嘛 你提供这个税表啊等等 就比较简单 中国呢,因为情况不一样 对吧,有的时候家庭的收入 尤其是资产 不一定反映在过去若干年的税表里 那么如果你这个钱是经商所得 或者是工作收入所得 投资比如说买房所得 都可以,但是呢,有两点 第一呢,如果是投资 那你要显示当初买这个房子 这个资金的合法来源 所以呢,也需要相应的书面的人件 另外呢,如果是这个钱嘛 要从中国转到美国 那你需要证明这个钱本来就是在 你个人作为投资人的名下 然后呢,这个转这个钱 中间也有清晰的这个记录 Trike Record 实际上呢,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 美国移民局如果说拒绝EB5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项目的问题 这个项目本身如果此前已经有 这个i526的exemplar批准书啊等等 那就说明了这个项目 已经得到了移民局的认可 那接下来呢,只要表明 个人确实有这个资金投到项目里就行 但是呢,好多时候 申请人虽然出了这个钱 但是不能够有足够的书面材料 向美国移民局来证明 他这个资金的合法来源 以及从自己的账户里面 转到在美国的区域中心的 这个账户里 这些方面的材料 因为这些原因而造成申请延迟批准 甚至没有能够批准 所以这一点也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有的申请人过去 比如说他在美国是否一直保持了合法身份等等啊 这些方面相应要注意 这样才好顺利提交和取得485的批准 所以总之呢 关于1B5投资移民 也带很多人感兴趣 所以呢,很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名额就满了 当然你每年都有新的名额 但是这个,那要得到新的财政年度 新的名额才会放出 另外如果有更多的积压 一样呢,新政下也还会出现有排气问题 所以如果你考虑要办这样的投资移民 那么需要注意时间窗口 还有呢,就是关于区域中心的选择等等啊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投资人一些 区域中心的联系方式 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 供投资人来选择 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资金来源这一点 投资人一定要重视啊 需要合规,需要提供相应的书面文件 好,那如果有关于1B5投资移民更多的问题 也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